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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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蚂蚁都是这样子一窝一窝的卖 因为唯有整窝正常的族群在贩售饲养上才具有意义 但在族群最小的状态下是新后的阶段 这个时期只有新后一只 所以饲养的风险最高 就比较容易可能因为体质的欢迎死亡 但是这时候价格是最便宜的 随着我们维护的时间越来越长 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它贩售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定价上是依照我们的时间维护的成本 跟公寓的数量去定价 那不管哪一个族群 我们的贩售的族群都是有以后的状态 蚂蚁草的话通常是没有做蚂蚁的 那至于买蚂蚁的话我们会随着 饲养这个蚂蚁的容器通常会是玻璃食管 那就好像你去外面买鱼也好 买爬松也好 它并不会买钢之后送你物体 除非把价格绑在一起 那至于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 每一个人喜欢的蚂蚁物种不同 他喜欢的蚂蚁草形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把它绑定 那我们只会让大家去了解说 在你喜欢的物种状况下 去选择那一个你最喜欢的蚂蚁草去做搭配 由于我们刚刚提到不同的物种 它试用的蚂蚁草会因为物种跟群肉大小不一样 那加加上每一种蚂蚁草都有不同的形式 比如说像这种蚂蚁草它是属于上下的分层 上面是卫士区下面是蚁草 这种是属于前后 那这种的话是属于外接式 它必须要去连接它的卫士区的部分 所以在选择上的话 我们会先建议先按照我们的网站搭配 你先选择新手适合的物种 那基本上我们会推定六个物种 就是白树巨山影、大黑巨山影、西施巨山影、臭巨山影、高雄巨山影 以及甜蜜巨山影六种 再去选择可以适当的状况下适合的蚁草 去做搭配 那至于其他的东西的部分 配件包里面就会有附上所有基本的东西 其他的需求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也没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像饲料、像放大镜 或者是说像拍摄用的这些夹镜 再去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做全培就可以了 没有办法 因为无论哪一朝的蚂蚁 不管同一种或者是不同种 它们都有独特的气味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提供它独自的一朝 让它们产生自己的佳 那它对我可能会影响到彼此 甚至出现攻击的气味 所以我们非常不建议放在一起 甚至任意的加进来的族群 其实可以控制蚂蚁在一定的族群状况下 但是我们非常不建议 因为它的难度甚至比你要让一个族群稳定的成长比较难 去控制它在一定数量下的数量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 非常有可能会导致族群的稳定度下降 导致它慢慢的死掉 然后灭亡 所以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去做一个控制的部分 那一般人会担心这个部分的问题就是 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第一件事情 蚂蚁的成长速度有这么快 它要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状态下 族群才会稳定的增加 那在蚂蚁的成长上 它从软到成长的时间也会随着体型大强有差异 有可能软到成长变出一只蚂蚁群 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当然这跟蚂蚁有关系 第二点的话 咖喱蚁就是出生有死亡 所以它有可能有新的出生 它也有死亡 所以它会是一个波动型的成长 那它就不会这么快在一个蚁巢下辣到蚂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会有所谓的货送口 你可以很轻易的把椅巢跟椅巢之间去做连接 或者是做一个搬家的动作 让它换到更大的一个巢 就不用担心它会做很多问题 那这样子的过充行为 在一个产品上至少两到三年左右 才有可能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过充或是搬家 那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有做到收入服务是 更让你不用担心的 就是当你养的太满太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回收的服务 或者是说让你免费跟外一群小的族群 你可以重新的去培养它 就不用担心这个部分的问题 你养任何生物其实都需要回食 尤其在蚂蚁上 你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外面寻找食物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定期的提供它需要的食物 那另外一个就是温度的部分 其实在大部分的物种 我们在饲养的这些物种 其实都不需要去特别做所谓的温度的控制 那有一些比较敏感的 比如说像高海拔的 那你就要做到降温的动作 那有一些比较怕冷的物种 你在冬天就要做到降温的动作 不过刚刚提到的 其实在我们新手市场这些巨山椅当中 其实你都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一些温度的控制 它们就可以活得非常好 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担心 但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会氧的话会跑出来 那我们就没办法去做饲养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结构上 我们会设计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 但是我们会有透气网 所以第一层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开的盖子 基本上我们都会有透气网 所以在盖子完全盖住的状态下 蚂蚁是不可能跑出来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有可能说我刚刚开盖子会死的时候怎么办 也不用担心 我们在第二层的结构设计上 有没有看到这层白白的 它就是所谓的防淘液 在涂抹好的状态下 蚂蚁会没有办法爬上来 它会觉得太滑滑下去 所以基本上在正常的饲养状状况下 它们是不会跑出来 除非你做摔破的动作 真的打翻它破掉了 它才有可能跑出来 这点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家里面有没有蚂蚁存在 跟你有没有养蚂蚁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算你没有养蚂蚁 家里还是有可能会有蚂蚁 这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养了狗狗 不会因此而吸引到其他的狗 除非你的狗狗在发情 除非你的食物吸引到外面的流浪狗 但前提是外面要有流浪狗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你养了蚂蚁 你本身家里面就有蚂蚁 你的食物被在家里面的蚂蚁发现 它才有可能受影响 就算你家里面没有蚂蚁的状况下 你不会因为养了蚂蚁之后 让其他的蚂蚁住在你家里 所以这是没有关系的 那当然你在养的蚂蚁 也不会因为跑出去之后 在你家生存下来 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环境状况下 所以在家里没有办法生存 这点可以不用担心 以上就是针对最多新手提出来的问题 所做的解答 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或是你是专业跟我们留言 我会再来准备更多的影片 所以喜欢我们的频道的 我们会定期的新增 蚂蚁跟蚂蚁饲养相关的资讯的影片 所以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要开启通知 这样子才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